女星安芝拉卑鄙 杨颖自从出道以来就凭借着过人的美貌而被大家熟知 后来因为节目奔跑把兄弟更是大火了一把 当然杨颖在影视剧方面的表现也不可小觑 孤芳不自赏 创业时代等剧都曾经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话题度非常之高 名气也刷出了国外 火到了韩国 12月7日港媒报道称杨颖即将出任韩国妈妈典礼颁奖嘉宾 其实在2012年杨颖就曾担任过一次颁奖嘉宾 这次杨颖再次颁奖嘉宾的消息一出 不少网友就纷纷疑惑 杨颖为什么能够出任音乐类典礼的嘉宾 毕竟她在节目中曾多次被吐槽 不会唱歌跑掉女王 而如果说知名演员杨颖也不够格 跑开旧文拿千万片酬却抠图不说 近日还有网友发现杨颖在拍摄《故方不自赏》这部古装巨石 因为怕热 居然穿着透视的服装拍戏 丝毫不顾忌穿搭的问题 对此有网友爆料古装剧对服装的要求都挺高的 没有只穿裙子的说法 还有网友称其他演员都是一层又一层的 只有杨颖为了凉快这么穿 真是厉害